大家好,我是通少,欢迎来到通知厨房 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蒸水蛋 蒸水蛋是不难做的 只要大家在小地方用功夫花心思 蒸出来的水蛋会又香又滑 我们一起去看如何做 我们一起去看蒸水蛋需要用的材料 首先要预备一些蛋 蛋可以用两个方法做 第一个就是放入凉杯 打了多少蛋还用多少水 例如我这里的凉杯 写着有250毫升的蛋液 我们就放250毫升的水 通常我会将250毫升的水 换成奶 蒸出来的蛋会滑很多 另一个方法就是用半个蛋壳 我打蛋的时候 打了半个蛋壳 你下了五个蛋 你就下10个半个蛋壳的水 然后先加奶 然后再加同等份量的水 我这里需要500毫升的水 然后再加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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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拌匀 拌匀蛋液 然后再加鸡蛋 然后再放入大碳 放在大碳内之后 我们用铁匙巾 把泡泡扫掉 不要 因为如果不是蒸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像把它做起豆皮 另一個方法是用火槍 蛋表面做光滑後 把泡泡走 我們就包石紙 包石紙也有一個技巧 大家不要完全密封 兩邊讓它有空氣 因為你需要熱力 但你這樣蓋石紙 只不過是想蓋著寒水 不要讓它滴在表面 它就會皺皮 但你也要放些熱氣 所以我們不會完全封實 現在水滾我們就放 現在水滾我們就放些蛋下去蒸 然後改蒸 然後用中火 中火蒸它10分鐘 好 時間到 我們打開來看看 打開來看的時候 檢查一下它行不行的時候 很簡單 動一下它 它的表面不動了 沒有東西流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拿出來了 蒸水蛋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表面都很光滑 沒有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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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蒸蛋是很基本的 做法來的 之後的變化有很多 你可以加鑑饒柱 加皮蛋 鹹蛋 你可以衍生很多變化 希望這個影片幫到大家 以後蒸水蛋也毫無難度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